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高興 如願以償 來到台當紅烏龍的故鄉 來到家方茶園 改種烏龍 然後經過科學的技術 變成紅烏龍 變成不僅僅家方的有機茶園 經營非常成功 也協助周邊的農戶 改種茶園 也是有機耕作 變成面積變大了之後 讓我們紅烏龍 變成是台東的特色 也讓台東成為紅烏龍的故鄉 大概我們這次有機耕作是 我們經營的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我們大概現在全台灣有26處 就是有機農業的栽培區 像這樣就是一個區 大概全國有26個 有19個有機農夫市集 全部你賣有機農產品的市集 在全台灣現在有19個 大概有132個有機專櫃 然後你到那個地方去櫃台 可以買得到有機的種種的這個產品 那另外呢 我們也把有機農業 所生產的這個農產品 有計畫的提供給台灣的國中小的同學 來吃營養午餐 目前大概18個縣市 大概有2000多所學校 大概有140萬個小孩子 每週至少吃到一次有機營養午餐 那這個也是具體去執行 具體去支持有機農業的具體做法 前行政院長尤錫坤先生 他們共同推動有機農業推廣的專法 那這個專法呢 裡面要求行政院要幫助有機小龍 包括耕作的技術啦 環境的這個輔導啦 然後也要給他獎勵 在資金上面的幫助 然後給他獎勵 另外呢還要幫助他行銷 這個法律啊 已經通過了 今年5月份已經通過了 公告實施了 政府是用法律 用政策 股體在支持我們有機農業就對了 不僅僅是洪烏龍的故鄉 年輕人圓夢的基地 然後呢也是我們台東縣民安居樂業的好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